从小的学习吧 到现在 课外的书已经读了 我们纸质书起码有两百本 两三百本 如果再加上电子的 视频呢 找了一些资料 因为视频的信息量又大又快 语音呢 喜马拉雅书 听书光 听都停了得有几百本 在路上坐着车 平时洗衣做饭平时都会停 反正感觉 耳旁清静的时间很少 一直都很好学 但是我们 课内的 确实 没有 太好学 那心思不在那 总觉得 好像有点 硬 上学期间 上学期间 刚开始了 还是 学得很快 那 他第一个 会随着 环境的变化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可以说为什么 老让孩子想到好的环境下 小孩子容易被带着走 说环境影响比较大 那有好的老师自然是 我记得我一直是 考 十几名 成绩相当稳定 只不过呢 小学是一类的小学 中学是二类的 高中变三类的 那就比较麻烦了 那总到那个点 有些事啊 比如说 网量 然后 那就没有学校 比如说 那就 随着片来分配 分配那个学校 一般 就受了影响了 当然 那 那还是一直很上级 而且我 这属于早上一年 我们知道男孩子开窍晚 你去南邦了 按道理晚上一年 那种优越感 自我才会好一点 那个时候 就是背着书包 成长的 就是 蓝手事儿嘛 就是 所有的书都背着 不像有些人从外 很多都放在学校 每天就几本书 就这样 格子又小 那个再说 但是 课内 一段时间 还是 很努力 也有聪明的时候 比如说 上 语文 在学数学 上学数学又在 看 外语甚至 其他的动物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不专心 实际上当时讲的 也从未预习过 都会了才看下一个 到底为什么考试又发挥不好 然后后来 成绩下来主要还是因为 那个高中那段时间 网恋的事 玩游戏的事 会觉得 这些东西 学了也没用 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确实我们 真正 靠台用的不多 就是那 一纸空文 一个文凭的敲门桌 所以很早就 涉及到 追寻内心 所想 生活所需的这方面 一是赚钱 二是 心灵